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新能源汽車 內地的新能源汽車 其實在2013年只不過是賣18000部 然後2014年就增加到75000部 2015年就去到33萬部 去到2016年和2017年都是50多萬部 2018年就突然間飆升到125萬部 2019年就跌回到120萬部 2020年就去到136萬部 即是說你看過去的7年 由1萬多2萬部上升到現在130多萬部 其實增長是非常之快 這是第一 第二 中國是有一個碳排放、碳達標 碳高峰和碳中和的目標 他希望2030年 中國那個碳排放的最高峰位就在2030年 2060年就達到碳中和 即是說製造來的東西全部都可以被樹木吸收了 就變成綠水藍天 即是整個不會受污染 在這個情況下電動車的確是減少很多廢氣 你看見深圳會減少很多廢氣 因為電動車佔很多 尤其是在計程車的 在的士裏面大部份都是比亞迪的計程車出現了 令到那個廢氣少了很多 還有就是靜很多 因為有這個市場 你會看到有很多巨企都參與了這個電能 這些新能源汽車的大戰 包括亞里2020年12月就和上汽合作 騰訊在2021年的1月就和吉利簽署這個戰落合作 小米就自己會成立一間公司 就負責電動汽車 那百度其實就是整個行業的領先 因為他們有一個阿波羅的計劃 就是在講自動導航 那他們就和吉利汽車合作 華為就會和北汽合作 最近OPPO也都會進入這個領域 那就是說整個電動車的市場 就會是大家去爭的 就是以前很多在做傳統汽車 汽油車那些 現在在這個新一波的裡面 就要和巨企合作 因為他們可能在那個技術 尤其是一些導航 或者是一些新的設計 比以前汽油車是顛覆了的 那需要一些新的元素加入 以前的叫做 普通那些汽油能源的汽車 那可能會有一部分是被淘汰的 無論在國際也好 或者是國內也好 都是會被淘汰 或者是要和別人結盟 才找到一個新的方向 那這個是一個未來的大趨勢 今天講的新能源汽車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